我今天只想 只想这个简单讲几句话 先说一个记 因为今天是拜忏 所以是忏忏忏 真忏 醉醉醉 醉消 真 真 真佛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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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这个是 等于是忏悔的一个记 刚刚联弘上师 联弘上师他讲 这个 讲的这个华语很好 那师母也很称赞 那么师母讲说 他是听大家讲 他就自然会 其实他还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教他的 这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能够教他不是我 是 这个 拱先生 因为在佛的眼中 众生都是平等的 是先生 是先生 是太太 是小姐 一例都是先生 那么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教他 他又很精进的去学 他自然能够成就 那今天拜餐呢 我觉得 坐在这边啊 是 一半是热的 一半是冷的 热的是上半身 因为佛菩萨下降 那么他降下来 觉得心里很热 觉得非常的舒畅 那么就像现在呢 这个 他现在用电风扇吹 那我的脚很冷 他 本来他就有吹了 但是我两只脚放在底下 觉得两只脚都发冷 那伸一只脚上来 一只脚热 一只脚冷 伸另一只脚上来 另外一只脚是冷的 上来的脚是热 现在他电风扇停了 所以我是一半热 一半冷 那佛菩萨在今天晚上 让大家拜佛念佛的时候 这个 普降他的这个灵光 所以非常的出声 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得有这个机缘 参加这个拜餐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说 跟大家一样在那边跪啊拜啊 大家心里在想说 四尊坐在上面一定很舒服 你们在那边跪跪跪跪这样子 哇 这好像是 但是我很喜欢运动 我是应该要下去跪才对 坐在这边 虽然有佛菩萨下降 但是蛮无聊的 我有翻看这些经典 翻看整个这样子翻 然后我念佛很快 就很迅速的把佛号就念过去 那么也做观想的礼拜 那么也曾经在这里 稍作一下这个禅定 那觉得法喜充满 我希望每一个上师啊 教授师啊 法师啊 助教啊 各位同门啊 大家都有同感 都觉得是拜餐是法喜充满的 那今天也不多讲 因为这个时间 我想是今天因为有人求灌顶 这个手求的灌顶 是姚子金木七大法的灌顶 那很多同门灌过了 怎么办呢 那没有人求啊 说这个马上有钱灌顶 他没有灌到 是别地方来了 他说他要他要做这个灌顶 那么这两个灌顶 我们有很多同门都灌过 对不对 那当然等一下会做这个灌顶 但这一次全部都是用姚子金木的 金针 那么你要灌顶的时候啊 你如果是要求姚子七大法的灌顶 你就想是七大法 要求这个马上有钱跟叶伦观的灌顶 你就要观想叶伦跟一只马 跟上面有一个阿跟马上有钱 那么还可以做一个灌顶 就是满宴灌顶 你们如果要求愿的 愿望的 好像不管什么愿望 你都可以求 那你心里发出来的 那么姚子金木给你加持 请姚子金木做主 使你满宴 你做这样子的想 就是满宴灌顶 另外也有说要皈依的 那么皈依的那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观想摇持金木筑顶 那么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金刚上司 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晚上就是有这样子的灌顶 希望你们能够清楚明白 应该不会再有求其他的灌顶了 因为这是 因为我是人家求灌顶 所以我才说 好了我晚上给你们做灌顶 才来这里做 那今天不用 不讲太多了 就给大家做灌顶 我妈你被迷恨 谢谢你